主要因着你被挂在木头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 主要因着你受的刑罚 我们得出了平安 主要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 我们仰望你 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更认识你的恩典 更明白你的恩典 更明白你的作为 更属性 圣灵我们仰望你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十六节 在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很重要 预言福音三章十六节 提摩台前书三章十六节 然后这边马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跟十七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格子向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上礼拜特别讲到 这个圣经的末世 那么究竟圣经的正点 是如何形成 the formation of the canon 那为什么单单只有 旧约三十九卷 西约二十七卷 总共的六十六卷 成为我们信仰的 一个的rule of faith 这个rule这个字 就是canon 这个正点的意思 那究竟这个正点 这六十六卷 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准则 除了这六十六卷之外 我们不接受别的书卷 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的权威 或者正点 原因在哪里 你发现天主教除了这六十六卷之外 他们也接受什么 所谓什么 赤经 或者叫庞经 甚至讲得不好听 有人说是伪经 假的 那天主教他们接受赤经 包括马加笔书 多笔传 尤迪传 等等 这些的在两月之间犹太人的一些作品 但是我们就叫基本上只接受新旧约六十六卷书 那究竟是正点的formation成型是怎么样被决定下来的 是否是因着人他们在那边讨论开会 然后用人的思想定出来 就是说就是新约27卷 其道我们不要接受了 不要太复杂了 27就好了 是否只是人的一个的作为 还是圣灵他本身的一个作为 神本身的一个作为 那假如是神的作为 神是怎么样 很巧妙的 就把这个正点 这个数目确定 信约就是这些27卷书 其实我们知道保罗除了写 这些保罗书信 其实还有别的 最少我们知道有老底下书信 他也写一个老底下教会 对不对 我上次还有别的书信 但是为什么别的书信 没有放在这个正点canon里面 成为我们的rule of faith 我上次彼得可能不是只写了 彼得前后书那么简单 可能还有别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放进来 好 那究竟正点的形成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 self authentic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e 发言中文就是自正 我们有没有比较黑一点的mark 两支都不行 两个水都不是很够 那什么叫自正 这个自正的观念 不是人开会去证明他 去肯定他 是神默示的精准 来自他本身的内容 本身那个默示的能力 证明他是神的话 所以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 你在一个桌子上面 哇放了27个的钻石 但是这些27个的钻石呢 有人也把很多假的钻石 或是人造的钻石 也混在那边 但是当你去看绝对的钻石的时候 你发现这27个的钻石 本身的那种的brilliance 他那种光度 那种的美丽 光泽 跟其他的 其他的也不错 但是这27个钻石呢 就是闪耀出他自己那种图特的 真钻石的光辉 这叫钻石本身什么 自己证明自己 他的品质 证明了他是真的钻石 所以同样的 在西约时代 可能也有很多别的的书信 在那边传来传去 有很多的经绝 但是很奇妙的 在许多的教会当中 这代表很多的教会 他们可能除了这27卷之外 他们也用别的的经绝 但是很奇妙的 就是发现每一个教会呢 他们都有一个common denominator 他们都会使用这27卷 而且特别喜欢用这27卷 觉得里面的内容教导 特别有圣灵的感动 不但是经绝本身 书信本身产生那种的 属灵的能力 所以圣灵也用这些经绝 特别让读的人 特别得到光照 得到照旧 所以当时的这些的 牧者们传道人 他们就在祖后397年 在Cathlet 这个加泰基的这个地方呢 他们就开会 他们开会不是来decide 决定新约 但是单单只有这27卷 是正典的地位 我们千万不要用design这个观念 乃是他们怎么 recognize 他们确认出 这27卷书实在是无比的荣耀 珍贵被众教会共同 什么公认 公认 是一个general recognition 他们也在这个Cathlet的会里面 来make这个decoration 来与众教会同心公认 新约就是只有这27卷书 是很确定的 是圣灵的末世 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 是我们的rule of faith 就是canon 就是正典的一部分 那么旧约圣经呢 其实也经过这样一个的recognition 是在主前90年 在Gemnia这个地方 一般的lobby 他们也是类似同样的一个的会议 他们来公认这个旧约39卷 是这个正典的部分 那有人问说 这个正典 能够被成为圣经的一部分 那究竟有些什么特点 那么以新约的正典来说呢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有使徒的权威 apostolic authority 像保罗使徒 是从使徒的权威 使徒的作品 这是其中一个的quiterium 一个情况跟特点 那有人说 像马可福音 马可不是使徒啊 那么马可他所写的是 在彼得的介盖之下 他大部分的内容资料 是从彼得那边来领受的 所以还是在一个使徒的介盖之下 像路加他是个医生 他也不是个使徒 但是路加是在谁的介盖之下 在保罗的介盖之下 那第二个刚才就提到了 这些的正典一定会有 众教会的公认 general recognition 第三个特点就是 它里面的内容 教义纯正 教义纯正 然后你有机会去读一下 赤经的内容 你发现赤经里面 有些的描写 不是只是说好像是神机 有时候描写到神怪 但是在正典里面 新约节27卷书里面 特别是师父音 就是 是描写耶稣所行的神机 或者是使徒行传里面 使徒所行的神机 是神机 不是让人感觉很神快 是miracle but not fantasy 而且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moral and redemptive 里面充满道德性的教导 第二 充满了救恩性的教导 redemptive 所以节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新约正典的内容 都是以这两个做中心的 生命道德性的教导 成圣的教导 得救的教导 redemptive 我们就补充了一下 上礼拜讲到圣经的教义 关于圣经的末世 圣经的无物 还有圣经正典的形成 formation 这是一个很好作品 research paper的一个主题 这个 比如说你要研究这个 Canlon的问题 或研究这个圣经无物的问题 都有很多的资料 可以去查考 去研究 有没有问题 关于圣经论 在Carthage 我写一下 加泰基英文是C A-R-T-H-A-G-E 这主后有多少 397 Carthage 397 主后397 一批的主教 牧者他们聚集在那边 就sew up the cannon recognize the cannon 是不是上次里圣经所讲的那个 对对 Carthage 对 加泰基 重镇 在北非的 好 我们都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神论 或者认识神 或者叫theology proper 真正的神学认识神 那么我们神论 第一部分我们先从对神的基本的俗性 就是三一神论来入手 然后再讲神的不可传俗性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还有communicable attributes 有些俗性是神自己图有的 在人的身上找不到的 虽然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做 但是有些俗性是唯有神独有的 譬如说神的什么 他的自有拥有 我们都是被造的 但是神是自有拥有的 self originated 那么他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些都不是我们有的 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有他的俗性 包括智慧 知识 公义等等的这些俗性 虽然人多了之后 公义的俗性是有一个traces 一些留下来的一个小数 公义的一些的遗迹 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个righteousness 这种的感觉的 那么关于三一真神的这个的教义 你发现 Trinity 三一真神 这样一个真理 在过去两千多年来 是产生最多异端的 因为这个教义是最难用我们的理性 完全去理解 假如不是带这个敬虔的信心 来领受先贤他们所在神面前所拟定的 假如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 你要觉得你有新的领受要自成一派 没有这样顺服的心的话 很容易就会变成异端 那在当时的教会历史里面 初代教会里面也产生很多的异端 这些异端其实到今天还是有很多 那我上上礼拜讲到 从五旬节中里面产生一个 对三一真神 Trinity 一个最明显的异端 我跟你们讲过叫什么 United Pentecostal 那太阳之下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其实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张讲义 今天补充印给大家的是英文的 这份一个table 讲到Asian Church Trinitarian Heresis 那我们先从这些异端的简单的介绍 然后再进到三一真神的这个教导 那第一个异端叫什么 Monetualism 那中文可以翻译成神格为意论 神格 意思说一神一位格 不是三个位格 那这个神格为意论也分两种 第一种叫做Adoptionism 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本身不是神 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在圣经怎么描写 圣灵神降在他身上 就有神的同在 但是当他死了之后 他就被Adopt认领 成为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这个人不是神 神只有一位就是天父 就是神格为意论 那第二种呢 就更多人接受 叫Modelism 其实Modelism也是Monetualism 神格为意论的其中的一种 就是Modelism 什么叫Modelism 就是只有独一的一个神 One God 但是呢 Reveal himself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or three different models 所以在旧约 他就以什么的形态彰显他自己 以天父耶华 好像很严格的这种的味道来彰显自己 其实旧约的天父也是满了恩典慈爱的 旧约的人得救也是靠什么 也是靠恩典得救的 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 结果神在旧约以天父耶华来自私 彰显自己 到了新约就以谁啊 耶稣基督 然后现在是圣灵时代 就以圣灵的样式 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彰显他自己 但是他们的观念是一个神在不同的时期 用不同的方式上显他自己 这种也是属于什么 神格唯一论 Modelism 那同时从这种的讲法呢 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其实也是等于是天父定在十字架上 是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神 所以也就是说天父等于耶稣 耶稣等于圣灵 没有这种独立位格的观念 第三种叫做亚流派 Arianism 那么是Arias 这位在亚历山大城的长老 他所推广的 那基本上他是受到这个希腊的哲学 特别也受到这种洛斯底主义的影响 特别你看他的背景 他是从哪里出来的 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城是什么的大本营啊 是希腊哲学的大本营 甚至很多的教父像奥利根 也是亚历山大城出来的 所以奥利根教父的一些 我们上礼拜介绍 他的一些神学思想也是什么 有些问题的 受到这个希腊哲学影响 所以希腊哲学里面 特别是洛斯底主义里面 我们常常看这个图看到吗 神的发射物产生次等神 次等神次等神 最次等的那个耶稣是有肉身的 然后呢 透过他创造了万有 所以耶稣是次等神 同样的这个亚硫长老Alius 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耶稣是一个被造的守生者 不是完全与父神同尊同勇 他是次等的神 那麽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翻到哥罗西书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近代在中国教后 也产生这样一个争论 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问题 哥罗西书第一章 十五节 好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 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注意这个守生这个字 很多年前李长寿弟兄在他的教导当中 特别在他这个恢复本的圣经里面的注解 就讲到这个守生呢 他就解释是守生被造 或者被造的守生者 把耶稣基督呢 关联在这个被造的守生者 the first of the created 这产生很大的风波 在中国教会里面 甚至就他都被指为异端 但是他当然不服气 所以就产生在美国的诉讼 当时在Berkeley一个机构 因为德国的来的一个神学家 就把他这些教导 包括他的教会观 他的基督论 就写了一本书指出他的问题 结果就产生很大的诉讼 那打官司在美国要用很多钱 在Berkeley这个小小的福音机构 根本哪有钱 请律师 后来这个德国的弟兄 就只有放弃 就走回英德国 然后就背叛他输了 所以他所有的输都被没收 那因着这个官司 后来也影响到我们在台湾华神 过去也在华神出了一本书 神人李长寿 里面也是有批判他的一些的事情的 所以就连带了本来连华神也有被告 但后来就内部就解决了 华神就决定这本书 从此都不再搬 我以前买的这本书 但是搬家搬家 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这本是绝版的书了现在 假如你们找到了 我可以放来读书馆 叫神人李长寿 所以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 就在近代 我记得是1984年 我刚刚去到Westminster读书 就收到这些从中国教会来的fire 就呼吁众教会能够帮助筹款捐钱 来面对这个官司的诉讼 但是根本筹不到钱 后来就被判输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亚流派的错误 不是单单在那个时代 其实在近代家 稍微不小心也会产生问题 但是这个不是full story 后来因为我认识的弟兄 他亲自面对面的 问李长寿弟兄 关于这个手伸被造的事情 结果感谢神 李弟兄亲口跟他说 他现在已经不用这种的看法 那结果一定说 假如你已经放弃这种看法 为什么不修改呢 就像比赖多所说的 写都写上了 就不改了 所以就很困难的事情了 写都写上了 已经印出来了 所以但是从最直接的资料 他基本上已经就是跳出这种手伸被造的观点 已经看到亚流派这种的倾向 所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另外最下面有这个Mathedonianism 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主教叫Mathedonius 他就提出圣灵被造论 跟基督手伸被造类似的这种错误 The Holy Spirit is a created being 同样当然我们近代在三一论方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大的异端的宗派 包括什么 野华见证人住在我们附近 很多他们的这些教堂 还有什么 常常你的房子门口被人摸门 来敲你的门摸你的门摸门叫 我们基督徒要学他们多点摸门 多去做探访 他们只要摸摸到好多鱼的 我告诉你 我们基督徒反而不去摸门 我们不要学他摸门的这个教义的内容 那要学他摸门的方法 多点去敲门去拜访 他们穿的西装笔挺的 打着领带的很客气的 然后就跟你问安 然后就上面一本圣经 下面一本摸门经 你根本看不到他下面的摸门经 我们也是信圣经的 就跟你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神创造什么 也是很很有爱心的一个表现 但是很可惜他们的三一神论 完全错误 不接受耶稣基督 与父神同尊同勇 对 安息日会 基本上他们的三一神论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他们对旧约的律法礼仪的看法 比较严谨 或者说比较有点off 所以他们对这个安息日 他们还是坚持要守在这个礼拜六 正耶稣是属于圣灵论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们坚持说只有讲方言才是被圣灵充满 要只有被圣灵充满 领受圣灵的禁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们的推论就是 施洗约翰说 不多时你们要接受圣灵与佛的喜 所以这一次官复到得救的事情 但是很可惜他们对这个圣灵的喜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的定义 是指到被圣灵充满讲方言 所以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讲方言 就是没有领受圣灵的禁 所以你没有领受圣灵的禁 当然就是什么不得救 是他们的定义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圣灵神学里面都有讨论 或许我们在系统神学有机会也讨论一下 究竟什么是圣灵的禁 那我们以后可以再多研究 然后我们就翻到我们的讲义的 今天的Stable Together那个讲义 我们先从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米寺的信条 来看一下这个三维一体的教导 我们只一同来读这个它第三部分 No.3 No.3 好我们一同来读No.3 在神的统一性内有属一一本质全能 永远的三个位格 即为父的神为子的神和为圣灵的神 父不属哪一个既非所生亦非所有出 直永远有父所生 圣灵永远有父和子而出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 读起来就是结结巴巴的 那么我们听一下英文的它原稿比较清楚 我们来配对一下 在神的统一性内有属于一个本质 全能永远的三个位格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在神的本首我们要了解这个本首的观念 神的Godhead我们放在中文就是神的本首 神的本首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在这个神的本首的统一性跟合一性里面 有三个位格的神 There be three persons of one substance 是同一个 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个神性的本质 substance 他们是要一个同样的本质全能跟永恒性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God the Holy Ghost The Father is of none 这个of none我们中文翻着就是怎么翻 它翻着就是父不属于哪一个 你听起来怪怪的 不属于哪一个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The Father is of none 意思说它不是好像从什么而生从什么而出 The Father is of none neither begotten nor proceeding 它后面这句就说明了 是非所生也无所由而出 但是呢 圣子 The Son is eternally begotten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永恒的生的观点 Eternally begotten 我们中文翻着就是自永远由父所生 那么这个方法呢 其实把那个英文的意思没有完全翻出来 very misleading 应该是在永恒里面生 不是永远由 因为在这里给人感觉是永远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父词的味道 永远由父所生 其实是在永恒里面 在时间之前在父里面所生 那么怎么生法 这个是我们以后要讨论很有意思 The Son is eternal begotten of the Father The Holy Ghost eternally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那要注意 and the Son 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究竟圣灵是从父而出 还是从父子而出 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 产生一个极大的争论 在《尼西亚圣经》里面 《尼西亚信经》里面 在最原稿里面 在他们325年开会的时候 原来所定出来了 我发给大家的《尼西亚圣经》有没有拿到 中文的 中文的 那么你发现 那么你发现 我们翻一下这个《尼西亚圣经》 把这张纸头拿出来 后面还有 后面那个《尼西亚圣经》里面有 《尼西亚圣经》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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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的大会在主后五八十九年 主后五八十九年 在这个toledo这个地方开的大会 西方的教会把这个N加上去 那么这个N加上去呢 就產生很大的問題了 那麼這個就是後來西方教會跟東方教會 其中分裂了一個主要原因 教義上的原因 搬到東方這個君士坦丁堡的東方教會 他們不接受西方教會 以羅馬為主守的西方教會 把這個N加上去 所以當時他們叫做Philochial Issue 這個是拉丁文 基本上其實兩個字根 這個是拉丁文的N 這個Philio是Sung 然後我們中文叫做核 口語很難讀 核子說 核子說 不是核子彈 核子 這個issue產生的力量 上海的力量真的是核子彈 把東西方教會分裂 東方教會反對 把這個N的上加上去 那麼我們等一下有機會再去討論這些issue 那回到我們的講義 這個認識三一真神 那麼近代的神學家B.B.Wolfield 他對三一神的說明很簡單的定義 獨一的神神 獨一的真神 有Distinct的 突特的位格 所以翻在中文的話是 獨一的真神 在唯一的本首Godhead裡面有 屬同質 同權 同永恆的 三個分別的位格 就是Trinity三一神 最簡單或是比較清楚的一個定義 獨一的一個真神 但是在唯一的本首裡面 在這個Godhead裡面 有三個同質 同權 同永恆的 三個位格 所以我曾經用這個圖來說明 父神 聖子跟聖靈 還記得我怎麼說 寫上個箭頭代表什麼 是 這叫誰是 天父是神 聖子是神 聖靈是神 要解禮都要寫什麼 不是 天父不是聖子 聖子不是聖靈 聖靈不是聖父 Distinct persons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進第一步 要從聖靈裡面來看 這個獨一的真神 獨一的真神 先證明第一步 獨一的真神 我們看聖靈記第五章第七節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我們再看 光靈多前書第八章第四節 林前第八章第四節 在中間的地方 也知道神只有什麼 一位 是一位獨一的真神 但是這位獨一的真神 除他之外沒有別的神 這位獨一的真神 卻是有三個位格 同時又統一在這個神的Godhead 在本手裡面 彼此是不能分的 所以第二部分 我們先看 這個三個位格的一些經文的證明 那我們翻到《創世紀》 第一章二十六節 其實最早的一個經文 暗示出神是超過一個位格的 《創世紀》第一章二十六節 《創世紀》第一章二十六節 好 我們一同來讀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照我們的樣子照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雨 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體好夠了 我們注意這裡連續提到幾個我們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照我們的樣子三個我們 表示神是甚麼 不一定三個 最少是不是一個位格 很可能是二或是三 我們不知道 就是最少不是一個位格 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 那麼很奇妙的 當我們讀到《創世紀》十八章 神就有些暗示了 究竟是幾個位格 我們看十八章第一節跟第二節 好 我們一同來讀 耶和華在曼利像樹哪裡 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 那是正日 亞伯拉罕坐在帳篷門口 舉目觀看 間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 他一見奏從帳篷門口跑去迎接他們 復服在地上說 所以從這裡看到耶和華向亞伯拉罕顯現 有幾個人呢 三個人 當然這是我們所謂的 神在就約的顯現 一個重要的神學觀念 叫theo分離 這個分離就是顯現 manicipitation 神在就約的一個自顯 那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記載 有free persons free persons 但我不知道猶太人他們怎麼去解釋結論經文 因為他們不上去參謂一題的 但的確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經文 看到神是有多位格的 譬如說我們再翻到這個 創世紀十一章 十一章 第七節 講到耶和華就說話了 然後神怎麼說了 我們下去 又提到我們 好 我們 我們 那麼 這一位三個位格的神 天父 聖子 聖靈 我們需要找出這經文 要很清楚地在說 天父是神 聖子是神 聖靈是神 我們要進入第二部的證明 我們要進入第二部的證明 不單單提到神的獨一性 獨一一位的真神 除他之外沒有別神 然後我們要進入第二部 從經文裡面去肯定 天父是神 聖子是神 聖靈是神 所以天父是神的經文 是可以找到很多的 我只列了一個 在約翰福音第六章 約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二十七節 那麼在二十七節的後面 因為人子是什麼 父神所印證的 父是什麼 父是神 父神 主耶穌很多時候講到父啊 父啊 但是在這裡講得很清楚 父神 聖子是神 我們就翻前一點 約翰福音第一章提到什麼 第一節很清楚地宣告 胎出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那這個道是誰啊 道的十四節都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就是耶穌基督 道就是神 耶穌就是神 我們也翻到提摩大前書三章十六節 提摩大前書第三章十六節 大災境前的奧秘 無人不以為人就是神的嗎 在肉身顯現 講得很清楚 結果在肉身顯現的是誰啊 是神 神在肉身顯現 那麼關於聖靈是神的經文 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有沒有很清楚直接講到聖靈是神 有沒有想到 約翰福音第四章提到什麼 是怎麼說 神是個靈 沒有提到聖靈是神 只提到神的一個特點 是一個predicate adjectival use 講到God is a spirit 比較明顯的經文 或許我們看使徒行圈第五章 我們看第五章的第三節跟第四節 好 我們一同來看 彼得說 亞拉利亞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聖靈 把田地的家營私自留下幾分 田地還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 既賣了家營不是你做主嗎 你怎麼心裡奇蹟意念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 你發現這裡提到兩次欺哄 前面提到欺哄聖靈 就等於什麼 欺哄神 聖靈是神 但另外一個比較 要也蠻清楚的地方呢 我們發現到願福音十四章 當耶穌介紹聖靈的時候 祂是怎麼介紹的 十四章 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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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同來讀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寶慧師 那我們這裡中文翻的 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確 說另外賜給你們一位寶慧師 但英文就是 another comforter 這個another這個字呢 在希臘文是anon 這個anon another呢 我們英文看不出它的意思 其實在希臘文是知道 another of the same kind 不是另外一種 是另外同種的 same kind 是跟主耶穌一樣 同樣的神性的 另外一個經文看到聖靈的一些特性 我們看過年多前書第二章 他的神性看到聖靈的神性 過年多前書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十節 好 第十節 只有神叫做什麼 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因為聖靈參透萬事 講到聖靈的一個俗性 參透萬事 這是什麼俗性 是神的俗性 他的無所不知 他的無所不知 參透萬事 聖靈參透萬事 是神的一個俗性 那麼當然最明顯的 在創世紀第一章 講到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聖靈參與在什麼 創造的工作上面 所以創造不是單單是 神父神單獨的創造 是三一陣神 包括神說神的話 Word神的Logos 神的Word 聖父聖子的Word 跟神的靈三位都參與在 整個創造的過程當中 甚至當我們了解這個運行這個字 在原文是Hovering 這個字其實是描寫一個母雞Hovering upon the X 就是佛語翻著就是浮在這隻小雞蛋上面 是接著一種運行 來是表達一種能量熱量的一種的傳遞 所以在這個宇宙被創造的過程當中 聖靈好像5G一樣敷在這個被造之物上面 把能量灌輸在裡面 的確整個的宇宙充滿了能量 一個小小的原子裡面就有能量 假裏把裡面的能量釋放出來就是所謂原子彈 這個能量大到我們不敢相信 因為按照 Einstein 的這個 formula 這個 energy 等於什麼 mc square c 是光束 這個是物質的 mass 那假如你能夠把一個kilogram的uranium 裡面的能量釋放出來 這個是1kg的話 再成光的背方這個能量非常大 原子彈就是因著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裡面的能量release 把mass transform convert into energy 這個不得了 那我們想一下這個的宇宙有多少的mass 需要多少的能量才能夠產生物質 物質不是從無出來的 是從聖靈的能量來神的能力把它產生出來的 從神的能力而來 所以Anson很聰明把這個物質的來源 最少讓我們知道是從能量來 那這個能量從哪裡來 從神來的 神是全能的神 所以假裏你從這個角度來思想神的全能力 真的是神的能力大到什麼地步 不得了 所以三一的真神神 神 父神 神的靈跟神的話 Logos Word Christ 三位同時參與在這個創造當中 看到聖靈的神性 他參透萬事 那這三個的位格也是圖特的 Distinct persons 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讀到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看到耶穌在約他上受洗 當他從水裡上來的時候 聖靈什麼 彷彿格子降在他身上 天上有聲音說 解釋我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 你看到聖子聖靈跟天父在天上說話 三個位格是什麼 Distinct 圖特而且是並程的 不是一個位格用三種形態 聖父聖子聖靈在不同的時候來彰顯 所以我曾經用這個經文 跟這位在United Pentecostal裡面 侍奉的傳道人講到 我說明明是三個圖特的位格 怎麼你說只有一個神 用三個不同的形式彰顯呢 甚至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也跟天父祷告 父啊為什麼離奇我 聖父跟聖子是並存 Distinct 獨特並存 好 我們就停在這邊 我們就休息幾分鐘 我們再看這個怎麼解 Free Persians and in one United in one 節制的經文